12月8日凌晨 洛杉矶市中心移动新建中的公寓 发生大火 摧毁给数千位洛市低收入长者 所准备的圣诞礼物 洛市市长贾希提 因此呼吁民众捐款 重新为长者购买礼物 今天贾希提带着家人和几百名志愿者 一起包装新购买的礼物 准备为长者们送上圣诞祝福 洛市市中心一座建筑中的公寓 一周前发生大火 两千多份给洛市老人的圣诞礼物 原本存放在火厂附近 洛市市府的一栋办公建筑内 由于大火的高温 导致这栋办公建筑的许多玻璃窗破裂 引发室内灭火喷水器启动 而毁坏了这些圣诞礼物 洛市市长贾希提 今天协同洛市市府人员 洛市警员和三百多名志愿者 来到洛市会展中心 包装新买的礼物 圣诞礼包中有毯子 围巾 棉袜 和能让老人寄信 给家人朋友的邮票等等 贾希提表示 每一份礼物包都含着一个故事 一个人 一份真心和一种精神 在现场 贾希提的女儿在为洛城的爷爷奶奶们 准备礼物时卖蒙不断 贾希提和家人的道场 让大家鼓足了士气 让志愿者们一天不到就超额 完成了四千五百个礼包 手写四千五百张赫卡 比被大火破坏掉的部分 还多出了一倍多 洛城十八台记者 宋小云 孙梦一采访报道